这一棵的话修剪完成之后 长出了很多的小侧枝出来 密密麻麻的 看起来更加整齐漂亮 这一棵的话修剪完成之后 长出来的侧芽比较少 而且还出现了涂长的现象 那么这一棵金枝叶是怎么达到这种效果的话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给它修剪之后 喷洒这种优芽素 因为这种优芽素 它是可以促进长新芽的 所以我们想要自己的金枝叶月修剪后 不出现土长 长更多的新芽 一定要给它喷一喷这种优芽素 我们直接对着这些主干的位置 给它喷一喷就可以了 尽量的少喷叶片 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养出来的金枝叶月 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饱满圆润 不像这一棵长得枝条又少又凌乱 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大家也想要它的种效果 给它修剪完成之后 喷洒这种优芽素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下期见 好